哈囉大家好青銅竹冠軍 SSRPLUS之搖尾巴之狗子之警犬霞之手門警犬霞之對決土龍 來了三隻土龍 我們正在守護Q4 警犬霞是守護Q4沒有錯吧 我的動牌應該沒有記錯吧 哎呦警犬霞 三個沒有問題 來了一個金光閃閃的滅魔人 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滅魔人把天空族給變出來了 一隻兩隻三隻 競犬霞還是沒有問題 哎呀第二頭也收拾掉了最後一頭 連天空王的羽毛 也就這麼的 飛翔走了 什麼叫飛翔走了先給他端起來 又再次飛走了 然後滅魔人的武器在狗狗這邊 這一頭狗子 使用了另外一個 招式 哎呀喂呀 一團混亂之中 後來當然是宇宙版的二郎 最終 雙方 戰鬥 當然就是 平局收場 雙方 嗨你好 吹雪 我先來買個黑卷 吹雪是不是 嗨啊小美女啊 可不可以跟我當個朋友啊 幹嘛 你當我是變態是不是 沒有錯 我不是 你搞錯人了 我來看一下你們的戰績 什麼 狗狗俠也這麼困難嗎 沒有覺醒師嗎 還是沒有 看到一顆了 什麼 剛剛有人抽到球棒嗎 不是吧 舊版的球棒你也抽得到 好了 菁英拳俠 抽卡 這一次我又換了一個伺服器 這一次沒有惡覺喔 本來想要惡覺的 但是我又很怕 回到之前那個伺服器 另外一個伺服器 卷比較多 那30派的題材呢 這對手比較少 那這一次會好一點嗎 先把覺醒師給端出來 剩下的問題 等一下再研究 30 80 40 80 就在這個時候 來了一個天空王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個 就 無限昆布 準備歡迎 歡迎什麼呢 歡迎 60 80的還不快來啊 歡迎什麼啊 進化石啊 不是吧大哥 好沒有關係 進化石就進化石 再次歡迎 金犬俠 中國大陸都很喜歡 把一些狗呢 稱它為是狗子 狗就狗 狗子什麼 有沒有 好比我今天要抽到一隻狗子 狗什麼子啊 狗就狗啊 狗什麼子啊 是不是 你們行不喜歡吃狗起 狗起 啊中藥材行不喜歡吃 吃一吃 多吃一點 長大你就可以變成 金犬俠 53-80 又來了 今天是非洲人啊 這不是歐洲的節奏 完全不對 沒有在節奏的上面 進化石 難道要保底了嗎 我們的命運這麼坎坷的嗎 再來 還沒有結束 8-80-18-80 繼續 表演一套 四傳一九的 歐洲戰法給大家看一下 150-180 有沒有辦法絕殺 160 180 107 180 最後 最後四點抽了 我要來了 107-180 最後四點抽 有沒有狗子呢 我今天變成中國大陸人了 有沒有狗子呢 有了有了 舊版的狗子 我要絕 我要覺醒師啊 我講錯話了 唉 沒有關係 保底超人 保底之男 是SSR加 極限 守門犬俠 金犬俠 在台服稱他是 守門犬俠 在日服呢 稱他是 Alator Alator 在韓國呢 稱他是 保底頭俠 在 印度呢 稱他是 Sagidamina 什麼 荒人 你講的沒有一個是對的 是的 當然不對 我是華人 我是台灣人 我抽到了覺醒石 我終於抽到覺醒石了 不過太晚了 這個時候來遲了 就不能跟我們一個進化石來增強我們的狗子嗎 這世界一定要這麼黑暗嗎 青銅主一定要這樣子嗎 還有最後的六抽 化不可能為可能有機會嗎 還有最後五抽 還有最後的四抽 還有最後的三抽 還有兩抽 傷腹甲甲褲等於是武器 還有最後一抽 答案就是 沒有 單吃 經過失敗的我們 原來好運都藏在 歐洲的卡池 哈哈叫著背心春澤 第二頭 傑西 傑西完成 第二頭又是誰呢 誰可以加入我們的隊伍呢 統帝終於有一個核心了 那第三頭又是誰呢 青銅主冠軍 還有誰可以參與呢 遊靈古第五王 下一個又是誰呢 好想開始比賽 還有下一隻 準備歡迎下一頭 SSR 期待能於怪物級別 終於給了我們一個惡狼 但是很顯然的還是不夠 還有沒有下一隻呢 好歹我也是A級英雄 下一隻就是 居士機神 當然 還有 還有最後的兩隻 我們到二線 準備歡迎 又是歡迎誰呢 我聽到爆炸聲 爆石 居口 蛛神 還有最後一頭 組成了什麼樣的隊伍 超合景黑光 馬上到隊伍的陣容來確認一下 我們究竟是什麼隊伍呢 給他擺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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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這狗子不對喔 我是要新版的狗子啊 怎麼會給我放舊版 是我自己放的 好了 就這個陣型啦 拿到狗子之後的我們 把等級稍微提升到15級左右 OK 好了之後 馬上去 開裝備 先給他強化 這裡東西不夠了 打開一下 OK 等一下再回來弄 先看一下裝備 第一件裝備 防禦 生命 狗子需要攻擊力 攻擊攻擊 還好 我要攻擊percent 第三件 狗子需要攻擊力 防禦效果命中 狗子真的是需要攻擊力 生命生命 不要再亂搞了 給一個攻擊 攻擊percent嘛 生命爆擊率 卡片越來越少了 攻擊格擋強度 狗子需要格擋嗎 好像也聽起來也是還可以 但是我要攻擊 攻擊percent 生命 攻擊percent 生命 防禦 難道我們的命運 這麼坎坷嗎 難道好運在最後一個 征服卡 是不是呢 給幾征服 給誰穿海防禦啊 沒有辦法了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抱歉了 開服到現在 才在亂玩遊戲 我太難受了 哎呀 生命攻擊怎麼會這樣子啊 怎麼會 都沒有好的嗎 就給一個藍色的攻擊 攻擊percent嘛 好吧 那看來今天的運氣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了 馬上 將裝備 提升上去 一顆兩顆 三顆 四顆星 狗子 今天就能到這邊就好了 剩下的材料也不足了 馬上開始 機械特訓 單體攻擊 這麼強的狗子 第一場 肯定是可以收拾一秒人 我們的狗子還沒練完 來看一下第二場 如果這樣子可以收拾 就代表他很強 喔因為他是單體的 正常也應該收拾才對呀 跟他強不強 也沒有特別的關係啦 不過到了第三場 蠻訝異的 我以為應該要吐穿他的 竟然沒有穿 還要打到第二下 一秒人對狗子沒有什麼傷害 本場戰鬥 金券俠 金券俠 最後一集 打完之後 我們當然 獲得了一些碎片 接下來 需要的 就是格鬥徽章 要把他點到四星了 經過不斷的努力 這裡吹一下 這裡再吹一下 隔壁也打一下 然後這裡再弄一下 好了之後 掃到 後來發現格鬥勳章 還是不夠 徽章也不足 我們再來採買一下 好了 準備換一四星 這邊還沒開一個 快點 格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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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四星 金犬俠 終於誕生了 後來我們到了青銅族 想不到這個伺服器 不知道怎麼回事 沒有一個人是我們的對手 我們就一直打 打打打 你看到這裡 你應該清楚 我們已經吃到了 360鑽石了 360鑽石 是的 就是一直吃 吃到了青銅族冠軍這邊 才發現 Oh my God 怎麼戰力都那麼低呀 似乎是又來錯伺服器了 來了一個 雅虎琪魔又倒掉了 來了一個 噴射小子 還有一個 無鎮騎士 最終 我們到了白鷹族 還是不死心 當然這個鑽石 就是360 無限給他吃到底 白鷹族也沒有對手 一定要這麼折騰了嗎 說好的青銅族 冠軍說好的 守門犬霞了 難道守門犬霞 就是一直守在原地嗎 都沒有任何人能夠打的嗎 還是沒有嗎 不是吧 後來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 最後幾下 就要到 白鷹族 冠軍了 冠軍了 來了嗎 什麼 竟然是這種局面 連白鷹族都沒有一個可以打的 來了一個 B級英雄 還有一個 蛇咬拳 於是我們第一集直接闖到了黃金組了 最終實在是很可惜 不是我們不打精彩的戰鬥戰第一集 我們已經吃了太多的鑽石了 一路吃到了黃金組了 還是沒有看到一個 像樣 可以拍影片的對手 最後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今天青銅組冠軍第一集 這一段畫面 一分多鐘 狂人做了四個小時 雖然 有的時候很復古 但是 玩遊戲 做影片 真是狂人的工作 所以四個小時不是重點 喜歡一圈超人動漫的你們 一路走來 我們這三年的時間 還真的是進步了不少啊 好了 那麼青銅組冠軍 第一集 要準備結束了 明天第二集 我一定要找更多對手 跟他們PK 我是狂人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 拜拜 好